豪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日本恐怖电影《鬼庙》 在日本偏远的一个山村里有一座古老的寺庙 传闻古庙里有一位妖狐守护者这里的遗切 某天六个孩子去寺庙里玩耍 但天黑后依旧没有回家 而从那以后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也没有找到 村里一直传言是得罪了寺庙里的妖狐 所以被杀了 镜头一转 警察正在审讯一名面目全非的男人 希望能得到一些线索 但是男子却什么都不肯说 就在这时警方开始播放一段视频 视频里的女主小白策划了一场日本旅行 希望能帮助自己青梅足马的好友长发男 从人生低谷中走出来 于是小白决定去日本最古老的寺庙去逛一圈 镜头转到五天前 小白带着长发男和男友阿伟会合 一通吃喝玩乐后 几人来到了古庙附近的小镇 在一间杂货铺里 小白发现了一本关于古庙的书 但是老板却表示这本书不卖 就把三人赶了出去 夜里阿伟邀请长发男去夜店玩耍 很快阿伟就勾搭上了一个美女 然后肆无忌惮的开始当着长发男的面 开始亲吻 长发男看着不顺眼就独自离开了 随后长发男就来到了白天的杂货铺 长发男进去后看到屋子里并没有人 正要叫老板出来时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男孩 男孩居然把那本书卖给了长发男 如愿的长发男独自来到一间小酒吧 开始翻看起了书 身边的一名客人看到后 告诉长发男这间寺庙很不吉利 发生过不少的怪事 还给长发男推荐了日本其他的寺庙 但是长发男却偏偏对这间寺庙产生了强大的好奇心 好奇心害死猫 说的就是长发男这一类人 第二天三个人就坐车来到了这个古老的小村庄 上山的路上三人遇到了村长 村长又给三人讲了一个关于寺庙的怪事 但三人依旧没有理会村长 转身就走了 找到旅馆后 长发男独自留在房间 想要拍摄一些东西作为留念 接着突然在镜头里又出现了小男孩的身影 小男孩告诉长发男 这里是自己的家 而且还很熟悉去寺庙的道路 长发男就很开心的让男孩做起了导游 夜里小白和阿伟正在做着不可描述的事 睡不着的长发男开始拿着相机露了起来 露着露着 镜头的窗户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黑影 黑影走到长发男面前时突然打开了窗户 长发男被吓得一哆嗦 站起来打开窗户后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三个人步行向着寺庙出发 路上阿伟发现了一座废弃的矿井 想要进去看看时被小白给拒绝了 于是三人继续上山 快要到达时遇到了庙口狐妖的雕像 随后三个人看到了这间传说中的寺庙 这个时候小男孩告诉长发男 一定要在天黑前离开这里 接着就独自下山了 长发男在庙里给古雕塑拍摄视频作为留念 小白和阿伟参观寺庙外的石堆 突然小白感觉树林里有影子飘了过去 顿时小白觉得这间寺庙大有问题 这要去叫长发男离开时 突然长发男被木板下伸出了一双手 拉了进去 两人急忙跑去救起长发男 发现他的腿受了伤 小白说只能先在寺庙里待一个晚上 第二天再出去找人救援 夜里阿伟独自一人出去散步 留下了小白和长发男 这个时候小白突然说起 自己隐瞒了关于阿伟孩子的事 而这件事只有长发男一个人知道 小白正准备结束旅行后将这件事告诉阿伟 这个时候阿伟突然从背后出现 和小白大吵了一架后 就丢下了小白和长发男独自下山了 半路上阿伟遇到了狐妖的雕塑 暴脾气的阿伟大骂了一声 转头就走了 只走了一段路后 阿伟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雕塑旁 正感到不对劲时 转头就看到了一个和妖狐雕塑 一模一样的怪物 阿伟吓得转身就跑 而小白带着长发男 打算在寺庙内先睡一晚 却突然听到阿伟的叫声 小白起身追了出去 循着声音小白追进了废弃矿井里 突然在矿井里看到阿伟浑身是血的站在前方 看到这个场景 小白立刻转身就跑 却发现自己的前方已经没有了出路 绝望的小白倒在了地上 镜头一转 长发男正独自躲在了寺庙内 突然从木板里爬出了六个孩子的鬼魂 张开獠牙 扑向了长发男 镜头转回到现在 警察突然叫出了长发男的名字 椅子上的男人终于有了点反应 警察接着问阿伟是不是长发男杀的 长发男没有出身 也算是默认了 原来长发男一直喜欢着小白 但是看到阿伟这样对待自己的心上人 长发男怒了 于是策划了这场妖狐杀人的局 但是没想到的是自己却真的遇到了鬼 变成了这副样子 最后警察开口询问小白的下落 但是椅子上的长发男 却突然好像被什么控制 疤狂刺伤一名警察后就逃走了 至于长发男和小白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各位看官替导演猜猜看哟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太继续了